原标题 18岁 为兄弟坐牢 女友却被好友撬走 如今48人单身 粉丝盲脱痕 2018年11月9日 前TV被译人蓝洁英小姐的追忆 会在香港的圣诞那天主教堂举行 蓝洁英小姐后半生孤独无异 在她过世之后 几天后才联系到她的家姐 香港艺人协会现任会长古天乐 曾表示会为她提供帮助 虽然蓝家人拒绝了艺人协会的帮助 不过古天乐的仗义直言 还是感动了了不少网友 纷纷为她的举动点赞 1.18岁为兄弟坐牢 女友却被好友撬走古天乐 从小家境普通 妈妈对她管教很严 所以在压力之下 她就产生了叛逆情绪15岁 就不念书出去混社会 她做过售货员 在快餐店打过工 最后因为交友不慎认识的一群社会人 大家一时糊涂 居然去抢劫妇女 18岁的古天乐 还傻乎乎的替兄弟担责 最后被判入狱22个月 在入狱之前 古天乐交了一个女朋友 她十分天真的将女朋友 交给了最信任的兄弟照顾 没想到几个月后 这位兄弟来监狱看到 说自己已经和古天乐的女朋友在一起了 古天乐听到消息 如同五雷轰顶 于是在狱中跟人打架泄粉 最后被判延期 在她最黑暗的岁月 是修女感化了她 令她重回正道 回归社会之后 古天乐因为外形帅气 顺利的入职经纪公司担任经理人 后来所服务的经纪公司倒闭 古天乐转头 TVB当了演员 因为帅气的面庞和高大的身材 古天乐很快就被TVB当作力捧对象 在1995年级李若同 和拍了经典古装剧神雕侠律 古天乐很快就红了起来 然而服务双智祸不单行 善于八卦的香港媒体 很快就扒出了古天乐曾经坐牢的消息 令她在TVB成了大家都不敢沾惹的反面典型 二 困境时刻皆是唯一承认的女友 最终无疾而终 后来在采访中古天乐自保 当时在TVB没有一个人敢和她做朋友 生怕被她的黑历史带骗 人人都躲着她 古天乐自己也十分自卑 除了拍戏对白 基本不和其他同事说话 连吃饭都不好意思和同事一起 这个时候只有黄继莹不必权地照顾她 给她帮助 天天给她买饭 古天乐十分感动 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照顾好她一辈子 后来古天乐越过坎坷 事业越来越红火 也实现了诺言 让黄继莹退居幕后 不必再为生活奔波 但是随着两人的剧照离多 两人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 再加上为了炒作需要 当时古天乐和很多女星都被传飞吻 最终造成了很多无法解释的误会 始于患难的恋情无疾而终 三 如今48岁 仍单身粉丝盲撮合之后 古天乐的女友传闻就是指纹其声 不见作识 无论八卦炒作多么热闹骨仔 总是保持沉默 或者说她根本没有时间来了解八卦 不是媒体曝光 大家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古天乐出道这么多年 不玩豪车不住豪宅 却茫茫不入 默默地捐助修建了105所小学 内缺水的贵州 甘肃等地区 转建了50口水窖 大家这时候才明白 为什么古天乐会那么忙 为什么他要像老模一样 揭开这么多的电影电视剧了 如今古天乐已经48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